好 另外 县议员张美慧针对花莲后站连结美轮地区 欠缺一条便捷道路 建议县政府尽速辟建花莲市富强路至十六股大道的南北向直通道路 以取代目前弯曲狭窄容易塞车以及肇事率高的通行道 进而让花莲后站包含邻近的吉安北昌一带 将近两万人口能享有公平便捷的交通服务 花莲后站一带要往美轮地区必须透过十六股大道连结 但从富强路到十六股大道道路弯曲狭窄容易塞车又经常发生事故 县议员张美慧多次提出要从花莲市富强路 开辟一条笔直通往十六股大道的南北向便捷道路 如果要往美轮去要去走十六股大道 其实目前只有富强路 可是富强路走了一段之后就开始道路缩小 而且你要经过风川地区 那那里的这个弯来弯去又狭窄 然后又容易发生这个事故 其实事故的这个造势率是蛮高的 因为它狭窄那汇车的情形 那像旁边那里的少年之家 他们的围里常常被撞到 那而且里长在那里每一个路口都挂了一个 一造市路口请小心就是一个社区里面 每一个路口都挂着那个警示标志 这让人家觉得其实这个社区好像很不安全 所以就是在这个整个区域的交通的需求 是非常有必要的 所以我提出应该要有一个直通的道路 能够通到十六股 县府建设处表示 已经有规划一条可行性的计划道路 后续可以透过施工所提案 向营建署来争取经费 因为在富强路那里有一条计划道路 已经划了十几二十年了 但是都没有征收没有开辟 那县府建设处这边 已经把纳已经提报的生活网计划 内政部 那会朝这个方向去处理 建设处长也说可行性非常的高 那如果这条路开辟之后 会有效的改善 现在弯弯曲曲 而且容易堵车 容易发生事故的一个状况 张美惠也表示 笔直通往十六股的便捷道路 还牵涉到许多规划及征收问题 等到县政府设计的计划道路完成之后 再评估使用量 如果还是没有办法疏解后站的交通问题 将再朝开辟直通十六股大道的道路来执行 这里会幻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